可怜的卡里 凄惨地死在蒸汽浴室里 她的死是她杀吗 凶手会是谁呢 请听广播剧《浴室命案》第八 门外 阿曼达在街的半道上追上了那个孩子 她自我介绍 说自己正为内幕杂志写一篇关于俱乐部的报道 你是俱乐部成人吗 男孩紧张地看着她 想走开 阿曼达拦住了她 不是 我只是有时候来这儿吃午饭 你肯定喜欢这饭菜了 这饭菜很好 有什么特别喜欢之处吗 没有 那你为什么要来 你是个素食者吗 男孩茫然地看着阿曼达 她肯定住得离这个街角挺远 再往下问便是浪费时间了 不要紧 谢谢你了 又问了两个人后 她觉得五分钟要到了 唐奈利每一秒钟都有可能从门口冲出来 回到里面后 她发现她在玩餐巾 当她出现时 她的脸上现出一片轻松的表情 从某种程度来说 她喜欢她为他担心 麦克总认为 她自己便可以杀死恶龙 可以把一切都让她自己去处理 她经常为自己的能力感到骄傲 但有时候她也为此感到难受 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根本就没法直接问那些小孩 他们是不是到这快餐店来买毒品 该死的 我看到第一个孩子像吸毒者 她表现出全部吸毒者的症状 她的眼睛迷乱 她抖得像一片树叶 另外两个我没有这么大把握 我还得出去 这次唐乃里根本没有站起来 她拿起一块餐巾撕起来 随后的一个多小时 阿曼达和好几个人谈了 包括一些商人和一些俱乐部成员 她刚和最后一个谈完 回到桌子边 弗兰克出现了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小姐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想用你的问题毁掉我的生意吗 这同灾难一样 你问了又问 很快便再也不会有人来了 我只是想了解 俱乐部里单身成员的情况 我知道这事 罗伯特和杰克逊允许的 我得采访这些成员 不是所有来我这吃午饭的人 都是俱乐部成员 他们不想受那么多问题的打扰 他们都是盲人 你在浪费他们的时间 我没有听到任何抱怨 大多数人认为被杂志采访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他们喜欢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杂志上 这并不影响你的生意 你赶快了结这事 否则我会和罗伯特去说 你明白吗 我已经采访完了 我现在的材料已经多得用不完 弗兰克愤怒地看了阿曼的一眼 转身离开了 我但愿你没说这话 你说什么 说你的材料用不完了 如果马尔克斯真的犯罪了 这句话会让他紧张不安的 啊 他们把唐奈利的老器威车留在城里 开另一部车回他的屋子 这时阿曼的有时间考虑 用什么办法才能确切地了解到 俱乐部的快餐厅到底是怎么回事 快到家的时候 他有了主意 他说给唐奈利听 这主意和拉里有关 拉里是阿曼的以前在公报共事的摄影记者 现在仍在那里干 有时候他也替内幕干点活 然而 这次他头脑中分配给他的任务 却与摄影无关 拉里长着金黄色的头发 还有些雀斑 他已二十出头 但看起来却更年轻 我不知道阿曼的 这可能是危险的 拉里最后一次参与你的调查 是以进医院为结局的 他也许不那么想再和你一起干这种事了 你骗谁 他说那是他碰到的最刺激的事 他说这话时正处于脑震荡恢复期 我怀疑他在法庭上会坚持这么说 至少让我们和他谈谈 他可以说不的 阿曼的 男人没法对你说不 你的眼睛往空中一看 我们立刻就会冲出去 把月亮摘下来递给你 正常的感觉早扔到九霄云外去了 但是你一直在对我说不 我有经验 当我说不时 你应该注意到 我只是看着你的下巴 我没法看着你的眼睛说不 请看事实 今天我离开只离了一半的地 为的是进城找阿拉拉谈话 拉里只是个孩子 无法抗拒你的女性魅力 我没有放纵我的女性魅力 我只是想向她说明情况 提出一个建议 如果她没兴趣 那她只说不就得了 给她打电话 但我告诉你阿曼的 如果她有任何不愿卷住的犹豫 你不要向她施加压力 我们再想一个替代的办法 好吧 我答应你 阿曼的作弊的办法 是请拉里去看一天 同两支队赛两场的棒球赛 勇敢者队麦特 勇敢者队是拉里 除了偶尔喝酒外 最喜欢的东西 阿曼的几乎认为 她选择摄影作为职业 只是因为摄影和看球赛 能同时进行 有人在看着你 有人在靠近你 谁 夜惊魂 明天晚上的两场比赛 你能去吗 有什么事 没什么 你为什么这么闻 因为在星光下 坐在乡村体育场 享受着华氏九十度的气温 并不是你通常的玩乐方式 在你和唐乃丽缠上以前 我至少请了你四十七次 和我一起去看球赛 但每次你都拒绝了 我不知道女人的头脑 会变得这么快 好吧 就算棒球不是我喜欢的运动 除了打字 你没有喜欢的运动 我喜欢网球 你最后一次看网球赛 是什么时候 去年 网球公开赛的时候 这应该能证明这一点吧 当然能证明 那天是七月四日周末 下着雨 哪里 我现在请你 你是去还是不去 我去 我甚至想在看完球赛后 吃顿比赛比赛 也许唐乃丽给你吃过太多的西餐了 你更满意吃中餐 我更想吃通心粉 好 就这么定了 明天见 阿曼达挂断了拉里不可思议的叫海声 以防她改变主意不和她去 虽然她不相信 拉里会为看场球赛付出如此高的代价 但是她不愿博她的面子 我想她同意了 阿曼达回到厨房时带着笑意 随后笑意消逝了 她开始摆桌子 非常仔细地把银器放在准确的位置 叉子在左边 刀和勺在右边 好些东西摆得这么整齐 可以画出一条直线来 她甚至还用餐巾纸把勺子都擦亮 阿曼达 她答应还是不答应 我不清楚 这是什么意思 这些西红柿是你菜园里长的 他们看起来真漂亮 他们是最大的是不是 不要改变话题 她同意明天晚上去看勇敢者的两场比赛 她还不知道我的想法 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她 我想在勇敢者队第一轮比赛出现时告诉她 好时间 如果她被淘汰了呢 即使勇敢者队两场都输了 也不会被淘汰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还得准备第二个方案 我准备好了 是吗 我想让你向她证明 这是她的公民责任 哦 不行 不行 如果你想把拉里拖进去 那就得你去说服她 事实上我很想听听你的 关于公民责任的演讲 我没想到 你竟然会这么热心地维护法律 她那里 我的动机是善良的 我一直喜欢维护理性的法律 特别是那些惩罚杀人犯的法律 阿曼达 你是受你的调查记者的余念的推动 你喜欢追逐 猎奇 密谋 你受不了诱惑 你并不是热心挽救这个宇宙 你说的不对 我并不是那种危险的吸毒者 我只是在觉得 我可以有助于改变什么事情时 我才去找那些事实 你应该比任何人更明白这一点 为什么 因为尽管你现在处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仍像我一样 关心公众的利益 你讨厌谎言 欺骗和犯罪 是这样 但这并不意味着 我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 能够治愈这一切病症的人 到处都有很多能干的警察 他们能把工作做得很好 也许是这样 也许没有一个骗子或杀人犯 是因为唐奈利不在工作才冒出来的 但我对这些该死的一点也不关心 我关心的是你 你的需要 我想要的一切都在这里 那是吹牛 这些对你不算什么 自从你离开后 你就这样生活 为什么 是什么使得你变成一个隐居者 唐奈利的表情目然不动 阿曼德意识到自己试图刺激她 让她说出退隐到乡下来的真正意图 她做得太过分了 唐奈利什么也不说 转身去弄她的西红柿 她听到刀子薛西红柿发出的刷刷声 阿曼德畏缩了 她有种可怕的感觉 也许她想象她刀子下是她的脖子 唐奈利 她总是把她的名留在特别的时候和很亲密的时候才叫 她希望现在这么叫能够表达出自己深深的遗憾 唐奈利把西红柿片放在盘子摆得是那么的精致 甚至可以拍下来作为食谱杂志的封面了 她又特别精细地加上一些洋葱片 撒上了一些盐 哦 对不起 我并不是要大喊大叫 我只是不明白我看到过你的行动 我认识很多 在床上翻来覆去一整夜后 阿曼德感到饿极了 她的一个最古怪的特点就是越难受越觉得饿 别人在痛苦的时候瘦下来 阿曼德却用吃东西来使自己平静下来 她打开冰箱 发现只有一点酸奶和一块旧面包 显然她和躺奶里住过的日子太多了 她穿好衣服 开车到她喜欢的一个店子去吃早餐 维基尼亚供应闲话 谣传和最好的咖啡 蛋糕也不坏 又大又软 涂着草莓酱 阿曼德要了双份 你在想什么阿曼德 没什么 怎么了 因为你只有碰到麻烦时才吃这么多东西 你那个性感警察在哪儿 我想再离地吧 你们俩吵架了 为什么吵起来的 我是来吃早饭的 不是来听讯问的 说得对 我只是想能帮你一点 我知道 我只是不愿谈论这事 此时此刻 我甚至想忘掉 汤奈利的存在 这肯定很困难 如果努力的话 也许能做到 好吧 开始努力吧 因为那个男人正从人行道走来 他看起来很疲惫 阿曼德还没有找到逃跑的路线 汤奈利已进了店门 并向她走来 维基尼亚要她端来一杯咖啡 然后不情愿地走了 我们需要谈谈 你是怎么来的 你的车在城里 如果你想岔凯 不让我进行这种谈话 那你就算还不了解我 我租了一辆车去了你的住处 然后又租了一辆车来这里 这是不是能给你一个印象就是 我为这次谈话所做的努力 当昨天晚上我要谈时 你却没有情绪 现在我仍没有情绪 但我不想再过一个 就会像昨天夜里一样的夜晚了 我甚至想不出你为什么这么发疯 你为什么要走 这不是你的风格 你想先知道哪个问题 我为什么发疯 还是为什么走掉 这有区别吗 我发疯是因为你浪费你的才能 你躲避在这种荒唐的农事上 我走掉是因为你不愿向我说出其中的理由 你不愿意对我说你的过去 这点使我害怕 你知道我和迈克的全部情况 你知道我多么讨厌迁到这里来 我对在公报的工作多么不满意 我多么想回到北方去 在碰到你之前 你知道我喜欢吃什么 你知道我在寒冷的早晨穿着旧袜子满屋子走 你甚至知道我打不打憨 别在意 我现在没听到你的憨声 如果听到了的话 我恐怕又会睡着 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一点都不了解你 这就像一个黑洞 你所有的过去深藏在里面 隔开着我 你怎么能这么耍慢的 你像我知道你一样知道我 你知道像你永远感到遗憾的 我喜欢听乡村音乐 你知道我以前是警察 你看到了我胸上的刀疤 和我背上的子弹的伤痕 你知道我并不怀念城市 我喜欢我的小农舍 我喜欢这里的人们 你知道我早餐喜欢吃不涂黄油的炸面包 我喜欢吃鸡蛋 你知道我是不是大憨 为什么这点对你那么重要 非得知道我为什么做出这种选择呢 我现在在这儿 你也在这儿 让我们生活在现在 好吗 我不行 没那么容易 为什么 因为不管你是不是承认 你的很大一部分仍然生活在过去 应该坦诚地面对自己 即使对我不说 我觉得这与我和我的需要 没有任何关理阿曼的 只是因为你 你不愿意和当农民的我生活在一起 你对我的职业感到尴尬是不是 这职业没地位 没身份 没荣誉 你在快车道上 而我却对停在车站感到满足 你真的认为一切 只是因为这一点 难道不是吗 尽管穿制服的人有种自我满足 唐乃里 你和我都知道 做一个警察并不是那么荣耀 不管你干什么 我都会为你感到骄傲 只要我觉得你充实快乐 那么 让我向你保证 我很充实 很快乐 那么为什么当你设计了一个谋杀案时 你会显得更有活力 为什么我觉得当你分析各种线索时 你的头脑特别活跃 为什么你的本能更敏锐 你的眼睛显得更亮 但是 当你谈起你的蔬菜时 你不是这个样子 你是个好侦探唐乃里 你在浪费你的钱力 西红柿卷心菜到路边去买 只能作为一种业余爱好 要把你的精力放在 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种地是很有意义的 阿曼达 当然是的 如果你有几千亩地 为国家提供粮食 把它当作一种消遣 你指责我不认真看待它 但你自己从没有把它当作职业看待 如果这是你所需要的 那么证明一下 再增加一些地 雇一些人 把那个地方变成真正的农场 假期结束了 唐乃里 是该回到工作的时候了 唐乃里 想想我所说的 只是想想 行吗 我认为 你错了 但不要紧 如果这对你那么重要的话 我会想想的 只是不要再从我的身边走掉 我已经习惯了 在你身边醒来 我不想失去你阿曼达 我不会再因为争吵而离去 但我也不想再待在你那儿 至少过一段时间 你是什么意思 你想结束我们的关系 不是 但我想 我们都应该认真考虑 我们是不是享有同样的价值观念 最近这几天 已经是这点 变得非常清楚 你真的认为 在我们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 是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办法吗 我没法解释清楚 但是 当我们实际住在一起时 一切都太舒适了 很容易忽略底下的问题 自以为这些问题不要紧 因为我们之间 其他一切都那么好 也许是因为 它们不要紧 如果是这样 那么这样便能发现这一点 阿曼达会查测凶手吗 凶手到底是谁呢 请继续收听广播剧 《遇事命案》第二部 剧本改编 金瑶 录音合成 金瑶 后期合成 杨新 剧中人物 阿曼达由张辉饰演 庞奈里由新振宇饰演 拉里由罗路饰演 威吉由陆文饰演 弗兰克由钟声饰演 庞白 齐博语 《遇事命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